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9月24日星期二 歡迎收聽今日新聞 我們首先來看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黎板聯真主黨因通訊設備做重創 事件引起有關關鍵設備隨時變身武器的憂慮 連環包點燃各界對供應鏈攻擊的憂慮 據政客網站網安公司 Crowstruck共同創辦人艾佩洛維奇說 類似這種連環包 需要有緊密的情報 才能在上千個call機內植入爆裂物 目前不清楚是供應鏈哪個環節被動了手腳 舊款call機面臨很多問題 包括仿真品多、庫存過性、複雜的代工合同等 很難搞清楚商品究竟出在哪裡 日本資深媒體人紫品名夫 22日在社交媒體發文說 這次行動將大量電子用品變成了武器 這是打開了寬多拉的盒子 台灣也需要注意防止中國以類似的低科技電子設備 木馬屠城進行滲透 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 以品名夫建議 首先考慮停止入口 中國產手機和手機電池充電器 以及電動車、電動單車 彭博社指出 美國華州眾議員穆爾頓表示 以斯列能夠做到 中國也能夠做到 擁場的供應鏈中有太多能被利用的缺口 美國需要同盟友合作來填補漏洞 考的是 就在9月22日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處於保護國家安全考慮 美國宗務部將公佈一項 意義規則 禁止在美國上路互聯網 和自動駕駛汽車 使用中國產軟件 相關禁令 還將擴展到俄羅斯等其他美國的對手國家 自媒體人江森哲說 這是一項重磅政策 標誌供應鏈戰爭打響 中國會輸得非常慘 江森哲說 北京在電動車 特別是自動駕駛汽車方面 下了很大的力氣 上彎道爬頭 站上世界首位 現在美國這個規定 針對的是所有在美國道路上行駛的汽車 那就不僅關係到中國本土生產汽車 外國生產的汽車 如果裡面有中國產的零部件 那也不能夠賣到美國去 這樣一來 歐洲、日本的汽車廠商 也不能夠使用中國製造的軟硬件 北京發展電動汽車無人駕駛汽車的錢 都要落空了 未來美國還會有進一步限制措施 這就等於將中國是除駛 全球供應鏈之外 就是要與中國脫鉤 為應付美國出口管制政策 輝達特別為中國市場設計特工版H20晶片 不過最新消息指 目前一些中國廠商 連H20也買不到 輝達不接訂單了 據中國財聯社20日引述 產業鏈人士消息指 上個月開始輝達不接H20的訂單 但沒有明文通知 另一位AI廠商也說 近期確實有輝達不接部分廠商 H20訂單的情況 不過報導補充說 亦有多家廠商反映 近期仍然有H20大批到貨 IT之家報導 輝達H20性能 約為H100的六分之一 但價格沒有顯著降低 因此性價比並不高 H20是為符合美國出口管制 針對中國推出的版本 今年7月 投行結付稅在給客戶的一份報告中指 美國10月審查半導體出口政策時 可能針對輝達H20出台銷售禁令 如果推行 估計輝達將損失120億美元營業收入 臺灣青年郭宇軒8月27號 到上海之後失蹤 到目前為止已經20多天 家屬在網絡發出尋人通告後 很多媒體和個人都幫忙轉發尋找 23號 中國大陸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 才向臺灣媒體發出新聞稿 說了郭宇軒的下落 陸委會當晚表示對有關單位到目前為止 未有向臺灣進行限制人身自由發通告 表達高度不滿 根據郭宇軒親友所發出的公開資訊 郭宇軒8月27號入境上海之後失蹤 只是知他計劃抵達上海之後 就轉往安徽合肥 親屬說已經做心理準備作最壞的打算 失蹤26日之後 9月23號 中國大陸國台辦表示 郭宇軒因為涉嫌詐騙罪 正在接受調查 大陸有關方面 將會依法保障他的合法權益 對於中共國台辦的說法 臺灣陸委會表示 臺灣聖閣的民眾 是否確定涉嫌相關刑事案件 基於無罪推定和保障當事人權益 希望中共有關部門 盡快提供案件的詳細說明 並且確保聖閣的民眾 享有法律上應有的權益和保障 陸委會還表示 針對聖閣的民眾在入境上海失蹤 接近一個月 在我方輿論對聖閣民眾關注之後 中共國台辦才被動說明 而且中共有關部門 到目前為止還未向臺灣進行限制人身自由發出通告 我方就事件表達高度不滿 我們來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以色列黎巴嫩衝突再度升級 據以色列軍方聲明 至22日凌晨 黎巴嫩真駐黨 向以色列北部和歌蘭高地 發射了大約150枚火箭炮、導彈和無人機 造成多人傷亡 部分基礎設施受到破壞 引發多宗火災 另外根據X帳號 德潤傳媒流出的影片可以看到 多枚飛彈發射出去之後 竟然360度大轉彈自動回頭 由於上星期 真主黨的扣機和對港機都被做了手腳 發生爆炸造成大量傷亡 網友說笑說 難道是真主黨的導彈被偷裝了晶片 飛彈反過來打自己 還有網友說笑說 這是新科技 叫做回力鏢導彈 而事實上 這是以色列的鐵穹防禦系統 主要用於攔截5至70公里範圍內的火箭炮 鐵穹防禦系統是由發射架、雷達、操控系統和監測裝置等組成 上星之後在空中後命 專門攔截真主黨的火箭炮 另外以色列空軍也對黎巴嫩南部 和尼塔尼河以北地區展開大規模空閘 出毀幾千個火箭炮發射器 和400多個真主黨目標 目前已經造成100人死亡和400多人受傷 恐怕成為以色列軍方攻擊真主黨行動近一年來 在黎巴嫩造成死傷最慘重的一天 黎巴嫩真主黨副領導人卡西姆表示 這是一場開放式的清算之戰 同時 加沙地區的衝突也正在升級 以色列國防軍發出一段影片 顯示真主黨由黎巴嫩南部的住宅 準備發射火箭炮和飛彈 X平台的網友說 就像哈馬斯一樣 真主黨也利用平民作為人肉盾牌 以色列正在和地球上最邪惡的人類交戰 X帳號雪尼·奈巴也表示 真主黨將一枚攜帶300公斤彈頭 射程200公里的俄製DR-3型巡航導彈 收在一個平房裡 剛剛開門露出彈頭 就被炸毀 以色列得到情報之後 不是直接炸毀平房 而是派無人機採取行動 部分是為了不傷及平民 還有這一枚彈頭 如果擊中目標 會造成至少方圓幾百米的殺傷 但是如果發射之前被炸毀 就不會引爆彈頭 以色列軍方 罕見地向黎巴嫩民眾發出呼籲 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 哈加里少將23號 在一場媒體簡報會說 我們建議 住在真主黨 用於儲存武器等軍事目的的建築物 和地區內 一個附近黎巴嫩村莊的公民 立即撤離這些危險地區 保護本身安全 以色列國防軍 將會對遍布黎巴嫩各處的恐怖分子目標 展開大規模和精準的攻擊 隨後以色列向黎巴嫩平民大規模投襲炸彈 並且摧毀了真主黨 位於一個平民村莊中間的一個主要武器庫 而距離以色列北部海佛武紀院的城市 有多棟建築物 慘被真主黨火箭炮擊中 建築物幾乎被炸毀 汽車不斷冒煙 以色列國防軍參謀總長哈列維表示 我們沒有用盡全力 我們為下一個階段做好充足準備 正在為接下來的幾天做規劃 接下來對真主黨會有更多暗殺行動 CNN專家分析 真主黨通訊裝置爆炸行動只是前奏 在通訊器材引爆之後 以色列軍方已經掌握真主黨成員的藏身地點 以色列軍方由這些裝置爆炸行動引發的混亂獲取情報資料 然後利用這些情報資料進行後續飛彈攻擊 另外行蹤不定的哈馬斯領導人辛雅爾 近日又被傳死訊 據傳辛雅爾在以色列國防軍在加沙的行動中被殺 據《以色列時報》當地時間22日報道 以色列記者卡斯皮特披露 以色列方面正在調查辛雅爾是否已經死亡 不過這種可能性很少 據以色列沃拉新聞網說 以色列國家安全局官員否認了有關傳言 並認為辛雅爾目前還生患 報道指出 圍繞辛雅爾是否死亡的爭論 可能出於他近期和幫他傳遞消息的中間人失去了聯絡 而且失去聯絡的時間比過往更長 卡斯皮特也引述知情人士的說話 說過去有幾次辛雅爾消失了 我們以為他死了 後來他又出現 不過大陸網民反而希望消息是真的 網易號熱傳的標題是 辛雅爾大概或者的確是掛了 即是死了的文章 引發網友熱烈討論 相繼跟帖表示 最近好消息太多 無論是辛雅爾本人 還是以色列軍方 有一點共識的就是 都是希望辛雅爾死了 所以無論結果是怎樣 這件事發酵到後面 就是他已經死了 不點多看了這個消息 如果不是晚上 怎麼都要喝兩杯 這種地動老鼠 死是遲早的事 辛雅爾早死 加沙就早安定 美國能否允許烏克蘭軍隊 用西方提供的遠程導彈 襲擊俄羅斯本土 目前似乎是左右戰爭進程的關鍵要素 英國外交大臣 戴維·林韋德·拉米 在當地時間9月22日表示 英國正就此 與白宮進行微妙談判 現在是需要勇氣和膽量的時候了 有學者最近就普京及拜登的立場作出分析 烏克蘭總統 澤連斯基 日前提出一份勝利計劃 相當引人注意 CNN之後透露 澤連斯基說這份勝利計劃的重點是 西方允許烏克蘭使用遠程導彈 例如 ATA、CMS和暴風影 攻擊俄羅斯本土 不過白宮擔心 這可能將普京推到報復的邊緣 如果俄羅斯強硬派打擊西方 將導彈送到烏克蘭的中轉站 例如 波蘭的空軍基地 就會觸發北約憲章的集體防禦條約 這意味著北約將與俄羅斯開戰 英國《衛報》22日報導說 外交大臣林維德在一場公開活動中說 與其烏克蘭面臨的困難和挑戰 將變得更深、更嚴酷 特別是接近2025年底到2026年級後 林維德疑似對白宮呼籲說 因此對烏克蘭的盟友來說 現在是需要勇氣、內心和毅力的關鍵時刻 新頭學23日發表全名 借布置的分析說 如果烏克蘭軍隊能用遠程導彈攻擊俄羅斯本土 就將改變戰場重心 逼俄軍將重武器再向後撤 但現在在烏克蘭前方距離莫斯科不到300、400公里 俄軍已經實在推無可退了 這時傳出消息說 普京願意由烏克蘭東部兩個州設軍 換取西方不用遠程導彈襲擊俄羅斯本土 但借布置認為這是俄羅斯的緩兵之計 普京沒有打算和談 借布置說 俄軍目前仍然在猛攻烏克蘭東部 打下了烏克蘭軍隊戰略重鎮 打下了烏克蘭軍戰略重鎮 紅軍城的南部側役 紅軍城急急可危 俄羅斯軍隊完全沒有半點退兵的跡象 普京所謂的和談 很可能只是拖時間 借機擴大佔領烏克蘭本土 以獲得更多談判籌碼 早在2023年9月底 普京已經玩過類似花招 當時俄軍失利 普京需要扭轉戰局 同時重整 雅格納軍團 普京為爭取時間 周遊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在聯合國大會表態說 如果烏克蘭不加入北約 俄羅斯就全面撤軍 這部字分析說 普京在6月中堅撤擾烏克蘭4個州 現在傳出只有2個州 這麼明顯的退讓 代表普京知道 戰爭再打下去 它可能連1個州都保不住 此外普京還怕一旦前線崩潰 俄羅斯內部勢力會叛亂 直接威脅到普京本人的身家性命 這部字認為 普京說要談判 說用烏克蘭2個州 不用遠程導彈襲擊俄羅斯本土 都是炸倒 但拜登政府也不容易騙 接下來要繼續觀望 字幕作成者 李宗盛